这一段呢,咱们实现一下啊,从数据库中来读取数据啊,就是使用这个Atom Reader Springbench呢,为咱们提供了一个叫GDBC Paging Atom Reader的这么一个类 啊,很显然啊,是Atom Reader的一个子类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啊,从实现,从数据库中分页读取啊,下面呢,咱们来实现一下 啊,我这呢,有啊,在数据库中已经建好了一张表,是User表啊 就是在我们之前这个Springbench啊,这个数据库当中啊,有一个用户表 用户里边有ID,有Username啊,有Password,还有年龄 嗯,我们呢,就把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啊,给它读取出来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先单独建一个包,Package 嗯,com点,前锋点,咱们叫Atom Reader,是吧 从数据库中读DB,那么这个启动类是必须要有的啊,我们给它拿过来 对吧,还有就是啊,我们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这个咱们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你读出来的每一条记录 是不是都要封装成一个对象,POGO对象,是吧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什么,POGO啊,给它提取一下 所以我们再在这个包当中啊,在这儿了 建一个User实体类 这里边有这个ID,是吧 还有UserName 还有Password 还有Age 增长SetGet方法啊 然后咱们再给它加上ToString方法 OK 这个实体类呢,咱们就定义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实现相应的读啊,和输出 那么这里边我们要在任务中实现啊 所以说呢,我们创建一个任务 咱们这个就叫AtmoRacer,是吧 DB啊,DBDemo 复解Configuration 那么这个啊,我们还是把这两个东西给它拷过来 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Job 这个Job呢,咱们就叫 AtmoRacerDemoJob 表入一下 我们使用这个Job Builder 来创建 这个啊,Job的名称 小写啊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一个Step,是吧 Step 改个名字啊 叫Step OK 接下来呢,我们创建一下这个Step 注意把权限啊,改成Public OK Step 用,用Step Builder 这儿,这个是Step的名称 下来 咱们用什么Chunk,是吧 咱们现在因为数据量比较少啊 只有五个数据 所以说,比如说咱们两个两个 一批啊,两个为一批 两个为一批 那这里边还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这个要把读取出来的数据 给它转换成User类型的 是吧 User类型的对象 那么我们读出来的是User类型的 那么输出呢,也是User类型的 所以说这个范形 我们就能确定下来了 读是User的 输出呢,也是User的 OK 接下来 Read,是吧 读 这个时候啊,需要一个读 能够从数据库中进行读数据的 这么一个对象 Atom类,AtomReader类型的对象 是吧 看一下 AtomReader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哎哟 写一个方法 比如说叫这个 什么呢 呃,TB GD GDBC Read OK 然后呢,把这个方法给它创建一下 创建一下 注意,这个方法也得是什么的 改成啊 Public的 也是啊 由Spring容器来进行管理的 一个AtomReader对象 这儿我们就直接User就可以了 好的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指定一下这个什么 它的范围啊 它的范围 只限于这个Step范围 这个Step范围之内 OK 这是Reader,是吧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它 Writer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啊 我先给它写个Now 最后呢 咱们Build一下 先把这个红线去掉 我们先实现这个读啊 我们重点是读 书书书呢 好说啊 那接下来咱们 要实现从数据库中读取 要实现从数据库中读取 刚才我们说过了 需要使用这个什么 这个 GDBC Page in AtomReader 这个类型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返回值类型 给它改成 GDBC 是吧 Paging GDBC Page in AtomReader 这个类型的 导入一下 OK 那么我们要 也就是说 我们最终要有这么一个 类型的对象 用这个对象 来实现什么 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好的 那么我们就创建 这么一个对象 OK 那么要想实现 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 我们需要给它配置哪些东西 对吧 那么我们要从数据库中读 你得指明从哪读吧 所以说我们要指明数据源 这个就是Reader.set 大家看一下 有个DataSource 是吧 那这个数据源呢 数据源这个对象 我们怎么得到 这个我们可以让什么 Spring Boot啊 给咱们注入一下 这个就是DataSource Out to Wear 注入一下就可以了 行了 那么数据源有了 那既然来 那么我们一次是吧 它不是分页吗 Pageing 一次取多少 取多少个 取多少条记录 相当于是吧 这个是Set Fetch Sets 我们一次取两个 接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我们重点 就是什么 把什么 把读取到的 是吧 数据库里边不是一条一条的记录吗 记录要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 user对象 对吧 这个是很关键的 那这个怎么实现呢 嗯 这个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什么 Mapper reader.set 把一行啊 给它映射为 一个对象 啊 那么 我们都知道 这个 我们这个查询嘛 是吧 肯定会 这个查询出来 一个结果集 啊 然后呢 这个就 就跟我们以前用GDPC似的 是吧 查出来的结果集 每一条记录啊 结果集中 result set中 每一条记录 就要给它转换成一个什么 转换成 以这个 对应每个字段上的值 是吧 给它转换成相应一个对象啊 那所以说 这个还是需要进行映射的啊 这个里边大家看一下 我们需要一个 rollmap 类型的对象 我们就拥一个什么 rollmap ok 这里边有一个方法 叫maproll 是不是 把一行进行映射 也就是一条记录 进行映射 那你看一下 它这是不是有个result set呀 就是那个结果集 把结果集中的每一条记录啊 都映射成一个什么 映射成一个优质对象啊 这个咱给它改个名 这个int 这个呢 指的是什么 这个 一共有多少行 行处 那我们在这里边就实现这个映射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最终要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user 类型的对象 是吧 那就好说了 user.set id id的值 我们从这个result set里边就可以取了 是吧 result set get int 我们直接指定字段啊 这是第一个字段 user.set username 这个是result name 这个是result set 这个是result set 是吧 第二个字段 username 然后user.set password res.get stream 啊 这个是密码 接下来 user.set user.set h 那 res.get nt 是吧 第四个字段的 好了 那最终我们就把什么系统集 这个result set中啊 每一条记录都给它转换成了user对象 最后要把这个对象给它返回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把读取到的数据给它转换成对象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结果题啊 是不是得有指定相应的sicle语句啊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指定sql语句 那么怎么决定呢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myCircle myCirclePaging curieProvider 通过它来指定sql语句 OK 用这个provider set select close 这个呢 就是指明查询哪些字段 啊 那字不串理行的是吧 我们查询id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还有age 啊 这个是指明查询哪个字段 那还得指明什么呢 还得指明从哪个表中查 是吧 那这个是set from close 啊 从哪个表中查呢 from user 从用户表中查 是吧 好了 那么 这个 这个就是如何指定sql语句啊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指定啊 还可以指定根据啊 哪个 根据哪个字段啊 进行排序 啊 那么如果咱们想实现排序的话 这个呢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通过一个map啊 来指定 你根据啊 排序的那个相应的那个字段啊 比如说 assort 我们创建一个hashmap order 这个是itom ok 那比如说啊 我们根据这个id值 根据id进行排序的话 那么这个里边啊 大家看一下hashmap 这个hashmap 我们在这 可以给他指定一个 他的初始大小 啊 也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只给他指定一个 只根据id 就 这个字段进行排序 是吧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map当中放一个 是吧 就是给他指定一个id就行了 那么这个hashmap 可以存放 存放一个id就行了 所以说 让他初始大小为1就行了 第二栏 我们往这里边放 是吧 首先这个是我们根据 哪一个进行排序 这个肯定显然要指定谁 怎么排序 是吧 那么这个是降序 这个是降降序 这个是升序 啊 你选择一个排序方式 好的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排序方式 要给谁啊 给这个provider 啊 provider里边有一个sat salt case 啊 把上边这个什么 salt 给他 是吧 啊 因为这这两个是独立的 这个map是独立的 要把这个map给这个谁 给这个上面这个provider 好的 嗯 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调用一下 这个sat cury啊 provider 这个方法 provider 把这个provider 来付给谁啊 付给这个reader 对吧 因为我们这些信息 都是放在哪里边的 放在provider里边的 是不是 那所以说再把这个provider 给这个reader对象 给这个读取的这个对象 好的 那最后呢 咱们返回这个reader 这个就是使用这个什么 cdc page in item reader 实现从数据库中 读取数据的这个方式 那么最终返回的是谁啊 还是每一条记录啊 都转换成了一个user 类型的对象 好了 那么这个是读取 这个读取咱们就解决了啊 下面呢 咱们解决一下这个输出啊 读出来的是多个user 是吧 那么很显然 我们我们还是把读出来的user呢 给它输出一下 那么这个reader 我们是写 解决一下输出问题啊 输出这一块呢 比如说 cb cdbc 来一个reader 那这个reader呢 我们不写成方法了啊 来看一下 我们给它创建成一个成员 这了 那么既然是一个成员 是不是需要注入一个这个 这个itemreader类型的对象 对不对 注入给它 对吧 你这才能有一个输出对象 才能实现输出 那在这儿 怎么办呢 啊 我们自己去创建一下 这个class啊 在这里边 建一个class 比如说就叫db cdbc reader 那么它作为一个输出的 必然要实现谁 实现atmo reader接口 那么输出的肯定还是谁 user 对吧 ok 那么输出的这里边只有一个read方法 你看一下 它这直接是不是就是个list类型的user 啊 就是一个list 是吧 是user类型的 啊 那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list里边的这个user啊 给它输出一下就可以了 呃 这个呢 咱们就写一个什么 增强的放循环 给它输出一下 user 这个是atoms 是吧 啊 这个tools出用方法啊 我们已经加上了 输出 user ok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的对象 是吧 要把它的对象 这不是实现输出功能的吗 要把它的对象 注入给谁 注入给这个 注入给他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儿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注解啊 比如说咱们用component component 给它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啊 咱们就用这个名对吧 跟这边一致 ok 那么既然是这个名字啊 我们按名字给他 给他注入一下 那再使用一个什么 poly to you 啊 poly free 啊 注入名字是他的这个 itmo writer对象 好了 那现在呢 咱们从数据库中读啊 解决了 然后输出呢 也解决了 是吧 输出也解决了 那好的 那这个从数据库中读 咱们就完成了 下面呢 咱们运行一下 去运行这个什么 运行这个路口 因为咱们这个数据库中 只有什么 一二三四五条数据 是吧 每一次读两条 然后这是一批 他俩是一批 是吧 读三批 啊 好的 那咱们运行一下 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都读出来了 一共是什么 五个人是吧 李四 王五 赵六 小红 小明 好的 这个就是啊 如何实现啊 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这一讲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对 不是 土